可以无限繁殖的面 真的假的 先看视频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无限繁殖的面 据说煮完之后不赶紧吃 5分钟之后就会开始无限繁殖 线面作为福建的省面 曾是每个福建人的童年噩梦 只因小孩子吃面的速度 根本追不上他繁殖的速度 据说当年福州闹洪水 大水冲到线面加工厂的时候 整个福州的水位肉眼可见的下降 买回来了 厦门面线 一包7块5 特意百度了一下 这个面线就是视频里面的线面 配料表非常简单 小麦面粉使用盐水 也就是这个面里面自带盐的 烹饪心得特意写了 煮面时要准备足够水量 足够水量注意了 要是水不够的话 估计会被吸干 有没有福建的小伙伴 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们的童年噩梦吗 一包里面还挺多 应该是5捆的样子 保险起见 煮个2捆吧 OK 去厨房 煮好了 正好家里做了牛排 所以用了牛排的糖底 美滋滋 这个蟹面果真是非常离谱 刚从锅里面盛出来的时候 还是汤比较多的 才过了可能一分钟 貌似面比较多了 汤全部要吸干了 赶紧吃 再不吃就没汤了 我的天 就两块煮了这么多 粉丝先吃 之所以叫线面 首先非常细 特别细味道 面条吃起来不是特别滑 有点黏在一起的感觉 赶快吃 我就不信我吃的速度 没有它防止的快 我的天 不对啊 都吃了七八口了 怎么这个面没有间减少啊 甚至还更多了 好饱啊 换作平时吃泡面的话 早都吃完了 这个蟹面确实有点东西 吃了半天 终于减少了 还好没有轻敌 就煮了两块 如果是三块的话 估计我吃的速度就追不上了 大家看 就我说话的功夫 貌似面又更多了 个人还是非常建议 家里可以囤一下这个蟹面的 碰上什么饥荒 洪水啊 都能用得上 四颗鞋 来啊 停